中国大陆的中共病毒疫情仍然十分严峻 很多地方仍然采取封闭式管理 或者是进入战时状态 同时为了挽救经济状况 原本被打击的地摊经济开始被热炮 但是仅仅持续了不到一周的时间 有专家认为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中共的政治体制问题 虽然相关报道减少 中共肺炎在中国大陆的情况仍不容忽视 中共官媒早前通报 吉利省吉林市疫情严峻 因爆发群聚疫情 已经全面实行封闭式管理 同省的树兰市则进入战事状态 疫情传播链已经跨省 感染源头仍是迷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疫情 也严重到替换市委书记 最新消息说 当地持续出现大量无症状感染者 高三学生被迫再次停课 公路客运停运 并计划采取全民核酸检测 而早前进行了大规模全民核检的武汉 官方公布了测试结果 声称在近990万人中 没有发现确诊者 武汉市民对数字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认为官方为了政治需要 持续隐瞒疫情 目前武汉八十一所高校中只有七所高校公布毕业生和研究生的返校时间都是在6月8号以后 严重的疫情再加上中美贸易战 让中国大陆本已艰难的经济状况 血上加霜 大量民众在这期间失去工作生活困难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早现在人大记者会上强调 要稳就业保民生并点赞四川成都开始的地摊经济推动了就业 中共党媒就此一哄而上 纷纷为地摊经济造势 有媒体宣称地摊经济概念股已经成为A股最火热热的板块 还有报道显示 中共已经定调摆地摊合法化 还有媒体报道摆地摊的人赚到奥迪奔驰车 甚至日进三万等快速致富放卫星的股市 网上还有大量图片显示 中国大江南北大街道小巷 到处都有人摆地摊 什么都买 不过 已有地方官员趁此机会大肆发横财 郑州一个夜市的管理人员披露 当地原本一个摊位每月20元 现在每月800元 实际情况甚至是已经涨到每月2000到3000元 有评论认为 号召大众摆地摊其实是中共的无奈之举 黄金丘认为 地摊经济只是中共维稳的权益之计 形势稍微好转 说不定中共又会动用城管打砸墙 消灭地摊经济 一语成谛 从鼓励摆地摊开始不到一周事先 中国大陆的宣传风向突然转变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中共官媒信话社内部消息说 中央级的官媒高层已经接到中宣部网信办的禁令 要求降温对地摊经济的报道 原因据称是认为 地摊经济一词有损政府的面子 除了面子的因素 还有经济的因素 中国大陆民营企业家陈先生表示 目前中国大陆门面已经遍地关门 地摊经济兴起 会加快房地产崩盘 而政府主要财政收入来自于房地产 所以不会让它马上崩盘 会持续的大量印钞票 人民币贬值 实际上房价是跌的 美国商学院的教授叶田表示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制度问题 任何社会问题都是政治旗帜所带来的 叶田说 白地摊并不能够大面积地解决失业问题 要想恢复中国经济 必须发展生产 制造业 进而带动全民就业 感谢观看 文字幕志愿者 高 hall